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欢迎 保兴队影亲的 管理合伙人 徐思先生 你好得意啊 别这么得意行不行 你要干什么 你别吐我身上啊 江大小姐 第一身为继承人 继承了一大纸战 你疯了 你少的是假猩猩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定制是唐宇的这块铁 谁心想要躲躲江湖的管理权啊 你看这个贾客 你可以接受吗 有什么不甘心的啊 你哪来的钱啊 我来想着 走下来 看也没什么事啊 你终于忙完了 我是真心想租厂房 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一定 破费了 来藤月当设计师吧 你凭什么啊 要我的时间 和我一起做藤月吧 我在想要 别给我弄一些许多八脑工具 我现在是在求你 你这样谈生意是很无赖的 无赖是因为走投无路 好吧 这次我们好好谈 怎么就突然被药了 你在童韵这事儿上吧 是动了测影执行的 他现在的处兵也不好做 你要是能帮帮他啊 我当然得参考你的意见 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 让你快乐 把握拆开 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这一切 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人 天底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 公司拆伙 我俩也不会拆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你建议吗 在你还没有确认 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之前 在你还没有确认 我会对你保持绅士领域的 我会对你保持绅士领域的 下集团 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